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清末明初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 那在这个单元的话 最主要是要连接到什么东西呢 连接从清朝末年的时候呢 那当时整个社会 然后还有经济啊 然后还有文化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重大变化 所以导致了就是说 怎么样 民国初年的时候呢 他有出现了一些新的什么 新的阶级出现了 或者是说新的人才出现了 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怎样 因为当时的农村社会快要破产了 结果来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东西 遇到军阀割据 那军阀割据啊 他们也在压榨农村 所以因此导致农村经济更加怎样 更加窘迫啦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怎样 又一直到了战争的时候呢 那已经更加窘迫了农村啊 竟然就是说怎样 战争的情况之下 又导致他更加怎样 更加残破啦 而且但是因为就是说怎样 郝家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啊 他们就觉得就是说 我们虽然人的力量有限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怎样 主动出击来帮助这个国家啦 所以因此才会有出现所谓的什么 梁宿民啊 陶芝省啊 这些人啊 要干嘛呢 来提供一些乡村建设 那提供乡村建设呢 然后还有就是说怎样 因为你除了建设以外 还需要一些知识的加强 所以因此他们都要提供了贫农教育 就是贫穷的贫农夫的农 贫农教育这样子啊 所以使得他们能够自立自强 所以这也是就是说 有点像是碑水 虽说是碑水车薪 但是人家所说的就是说怎样 那莫因为善小而不为啦 所以就是说在当时还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啊 他们认为就是说读书就应该要怎样 学以致用 金氏 金氏自用 金氏寄民这样子啦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怎样 这一个单元还会讲到一个很重要一个 很重要一个重点啊 就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撤退要来到台湾 就是因为当时因为经济搞不好 然后结果就是说因为政府又因为有国共内战 那所以因此导致就是说怎样 经济还是持续不好 那持续不好的情况之下 先前的法币政策已经先骗过人民一次了 然后后来再实施一次金元券 那金元券的话就是说禁止人民 就是说把金跟银收藏起来 所以因此导致就是说 人民呢就觉得这一次应该又是在骗人的了 然后结果果然想不到金元券 它后来又是就是说怎样 扶乱的编硬 所以导致的就是说怎样 导致那个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那这个时候更惨还是怎样呢 人民已经对政府信心破产了 那就有点像说之前我们台湾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粮食危机 当时有GMP的全部都中标 反而义美没有GMP的反而没事 所以那时候坊间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顺口令 就是说以后要找那个有问题的产品 很简单只要有政府的GMP一定有问题 这已经变成政府信心危机 所以因此就是说因为人民的对政府的信心的危机 信心的破产 所以因此导致最后国民党政府 因为就是说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又外面又没有美国的支持 所以因此这样子呢最后就撤退了到台湾了 那这个单元的话最主要是在讲整个怎样 从清朝末年是怎样的就是说演变 而且来到了中华民国时期的时候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啰 一开始 清末明初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一样东西 就是说在宋朝的时候就实施了什么科举制度 其实唐朝就实施了 只是说因为宋朝他比较怎样 比较公正 那因为他比较公正的情况之下 使得就是说怎样社会阶级流动的很大 可是问题是宋朝发生了什么东西 因为你只要考上就可以当官 那就会因为四年考一次几年考一次 就会增加一批新的人上来当官 所以导致了冗官 可是明清时代的时候 他们发现就是说要解决这种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怎样 你考上公民之后呢 我让你留在地方 因为我们中央没有那么多职缺 就有点像你考上公务人员 你现在可以马上去担任公务人员吗 没有甚至要等个两三年 好啦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说怎样 因为中央没有职缺 没关系你考上了 我让你享受一些经济跟司法上的特径 所以在九品芝麻官里面才会有出现 就是说怎样 说方唐靖他看到了县老也不用下跪 因为他享受司法的特权嘛 OK 那这一种阶级呢 我们就称它为四升阶级 四升阶级 那四升阶级刚刚就有讲到了 他的特权是来自于什么 是来自于科举考试 来自于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的话 到了明清时代大家有一个概念 他就变得更加僵化了 因为他就是一定要八股文 起程转合 你一定要写文章就一定要先破题 一定要怎样 你用暗喻法的 你用那个冒题法的 全部都怎样不会有分数 因为爆烂了 所以你考不上 所以因此就是说 怎样变成一个非常僵化的 然后限制思想的 然后任何东西都一定要引经据点 你没有引经据点的话 你就是怎样 你就是说你的文章就是烂 所以人家就根本不会看 你不会看 你根本就是怎样考不上 好了OK 那四升阶级的话 就是说他们还是一直 就是说怎样 一直借由科举考试 一直创造出来 可是问题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1840年以后 中国已经遭受到什么东西的冲击了 遭受到鸦片战争的冲击了 所以后来人家就开始发现 就是说为什么西方世界那么进步 东方世界的中国怎么那么落后呢 所以后来他们知识分子就一直研究 一直研究发现 就是说怎样 原来是什么 原来就是科举制度 使得中国人更加僵化 因为他考了那些东西 都无助于国际民生 国家民生等等的之类的 所以他们后来就希望怎样 走上新式教育 因为人家西方世界就是开始 就是说怎样 教你能够去操作一些新的机器 然后教给你新的知识 然后让你新的知识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然后你就可以怎样 创造出一些文明科技 好啦OK啦 所以因此新知识分子一直鼓吹政府 政府的官员也听到了 听到了就一路一路一路 总算在光绪末年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怎样 取消科举考试了 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 光绪大约31年的时候 光绪31年的时候 取消了什么科举考试 那大家当时还记得吗 光绪30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东西 发生了那个日俄战争 那日本人家也没有科举考试 为什么可以打败这一只北极熊 就是因为人家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都是 不仅是从内心出发 然后去学那个什么西方世界 也就是福泽玉己所说的什么东西 托亚入欧 所以人家那么成功 所以满清政府也吓到了 所以因此就是说怎样 他们总算在这一年的时候 废除科举考试了 那废除科举考试之后 那些士生阶级 就觉得又说怎么办 科举考试都废了 我们要怎么样维持我们的特权 结果后来发现 就把他们小孩送去接受新式教育 送去新式学堂 例如说电报学堂 统文馆等等之类的 结果后来出来之后呢 至少也当个什么 科举工程师 技师 甚至是翻译官 所以他们就觉得 原来这个也不错 那中国没有的 我们把它送到国外去 学成归国之后 也马上有官位可以当 甚至身份地位更加崇高 所以因此就是说怎样 哦 士生就赶快转型了 OK 传统士生开始转型了 转型什么东西呢 跑到海外去留学 那当时中国 比中国还要先进的 离中国比较近的国家是哪里 很简单 日本嘛 所以其实以流日的最多啦 流日的最多 因为成本也低啊 因为就在中国的旁边而已啊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 那这些人呢 我们就称他为新知识分子啊 新的知识分子了 OK 好的 那民国初年的时候呢 新知识分子呢 又看到了什么东西呢 共和体制 共和的国家体制呢 一直很难实践 我们上个单元有讲过 那个谁啊 康有为跟梁启超 本来是非常支持什么 袁世凯的 那袁世凯就是说怎样 突然间就用 又请了一个美国顾问 然后呢 又请他自己的人 杨杜这些人 就说中国一定需要有个皇帝 所以后来突然间就是说 在大家的怂恿之下 他说好了好了 那结果就是说 他自己的国会竟然表决通过 说怎样 把国体 国家体制改成什么 从共和体制哦 就国体的共和体制 改成了什么 君主制 所以中国一定要有皇帝嘛 就像成龙所说的啊 就说怎样 说中国还是需要有人管啊 还是需要皇帝啊 所以因此他的概念 还是停留在那个时代 OK 好了 那所以因此就是说怎样 共和体制很难实践啊 那所以因此他们就追求社会改革 需要起步于什么 人的心啊 那其实这个是因为有看到日本 他成功的经历 所以也刺激到中国人啊 就是说 因为福泽玉吉当时就说怎样 你以为拿个普拉达的包包 你就是可以当普拉达的恶魔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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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要怎样 重新去学习人家普拉达的恶魔 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然后你心里才会怎样 自然而然的 就变成那一种气质 那当你拿起普拉达的包包的时候 你就真的变成普拉达的恶魔啦 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因此中国人也吓到了 他们就说怎样 自私分子也就开始就说 那应该要重新来出发 那重新来改革啦 所以因此他们是以启蒙跟进步为号召 所以他们就是说怎样 我们这样子的重新改革 就是要启发人民的智慧 所以就启蒙 然后呢还有进步啦 就是说希望国家一直持续进步 所以发起了所谓的什么 新文化运动啦 OK 所以因此新自私分子呢 创造出了什么 新的文化运动了 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下去咯 新文化运动的演变是怎样呢 他是从民国四年的时候 1915年 9月的时候 因为陈独秀 他是文学院的大学长嘛 OK 那他办了一本杂志 叫做青年杂志 青年杂志 说也很奇怪啦 在以前的时候呢 书的名的话 以前咯我们台湾是习惯用这样子 那后来呢 现在又喜欢用这样子 可是呢 这个其实是中国在用的啦 可是也很奇妙 就是说变成学界的一个用法了 OK 那只是说我们这里的话 会避免就是说比较中心一点的话 我们干脆就直接 就用框框来表示啦 OK 那青年杂志呢 后来又改名为什么 新青年 那这一个新青年呢 在做什么事情呢 他在鼓吹什么 西方的两个先生 一个是德先生 一个是赛先生 德先生的话就是democracy 也就是所谓的民主啦 赛时的话就是科学啦 因为西方世界 民主为什么会让国家富强 很简单 民主的话 虽然人家都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可是民主可以保护你的小孩 为什么呢 因为民主就是法治 法律规定这样子 只要不管你是任何人 贵族 平民百姓你犯了法 对不起 全部都一定要受到惩罚 就有点像美国啊 举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好了 美国欧巴马总统 他在第一任担任总统的时候 当时他是朝小野大 什么叫朝小野大 就是他在国会里面是少数啦 其实我想不到 就是说他提出来的预算案 竟然国会把他否决啦 没有通过啦 年度总预算案没有通过 在法治国家是怎样 是很重大的事情呢 为什么 他们竟然就是说怎样 因为你三个月都没有通过 那没办法啊 三个月没有通过 所以因此我们的政府也告诉你 就是说我们没有法律依据 所以公务人员 对不起 你们修三个月的什么 无薪假 因为我也没钱发 所以他们三个月 公务人员没薪水呢 就回家吃自己呢 这个才叫法治国家 那欧巴马就拜托 就跑去把所有的那些 国会议员都拜托啦 拜托啦 让我们的那个什么 国会那个年度预算通过啦 结果总算求完之后 总算通过了 那公务人员薪水才发了 连欧巴马自己也没薪水呢 因为没有法律依据 他们不能发 可是在台湾中华民国呢 阿扁执政的八年 没有一次预算案有通过了 请问一下公务人员薪水有没有发 照发 他还告诉你 就是说怎样 人家要生活啦 所以照发 可是没有法律依据 找发 所以这就是法治跟人治 差别很大的地方 那法治跟人治 为什么会说 法治会比较能够保护人民的财产呢 因为人治的话 皇上走在路上 看到某个人就说 来人把他拖出去阿鲁巴十遍 或来人把他拖出去阿鲁巴到死 为什么 因为我看他不爽啊 虽然法律没有规定 但是我可以看他不爽 我就看他不爽啊 就拖出去打一顿啊 那这个叫做人治 而不是法治 OK 好啦 所以因此就是民主的话 其实他就强调法治精神啦 所以你的国家 你只要是个人才 符合规定 政府规定 你就有机会变成国家的人才 所以因此国家才会富强 这就是民主的一个概念 那赛斯的话 更不用讲了 因为中国最严重的一个东西 叫做孔子 孔子他说子不与怪力乱神 所以因此自然界发生 那事情 我就觉得如果我没办法解释 我全部不理他 所以他就说怎样 只要有那种灵异现象 我都不理他啦 这样子翻叫做 有灵异现象 我都不理他 可是其实他是怎样 只要我不认识 我就不理他 我看不懂我就不理他 所以因此突然间一团 一团黑色的东西 黑色的水竟然可以燃烧 那个我不认识 所以我不理他 所以你不理他 你不去研究他 你越躲避他 所以你就无法进步了 可是人家西方世界是怎样 越不懂的 他就越好奇 越有时间让他去摸索 所以因此人家就是怎样 发展出了什么 科学革命啊 启蒙运动啊 等等的之类的 好了 所以因此这两个的话 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啊 就是西方世界最棒的两个先生 所以就是德先生跟赛先生 OK